用刚刚的方法将四周的护栏都建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来处理一下它柱子上的一些梁 在这里我们看到它有一些梁的造型 我们直接来在侧立面上进行绘制 正立面上来摆放一下位置 可以先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可以挤出200的厚度 我们可以给它更改一下颜色 往右进行复制 对其正宗 在侧立面上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结构 在这里它还有一些雕花 我们可以大概的 用线来绘制一下 这种线的绘制方法是在它的左边在这里选择 贝塞尔然后上面选择脚点就可以按住我们的鼠标左键 不放然后它可以形成 转弯曲的线条 在这里我们重新来绘制一下 我们改回这一个大概的就可以 我们改回这一个大概的就可以 我们可以改回这一张线条 我们学校的角度 我们改回这些线条 上去我们是在这里 我们更改回这些线条 所以我们先做到买紫条 好 这样 那这个线条 就好了 我们新来的线条 就是我们有线条 如果我们有线条 再进行一个挤出,在这里挤出厚度改为100就可以了 不要截太厚,它只是一个造型 还有到时候它的一个高度,可能我们还是要通过我们的剖面才能看得到 我们取消隐藏看一下,大概差不多,我们就先暂时这样放着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颜色的添加 进行复制 做好了这个之后,现在我们再来绘制一下它的这一个有造型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只用勾它的外轮廓就可以了,不用做的太详细 因为做的太详细会增加点和面的一个数量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简化的来进行制作,只勾它的一个外轮廓 外轮廓绘制好了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同样的可以直接挤出100 外轮廓绘制好了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外轮廓绘制好了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将它放到我们的这个柱子的中间 它们颜色基本都是差不多的,在这里可能要调整一下它的点 这边也可以调整一下 这边也可以调整一下 然后复制一个进行一个更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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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我們要為它添加點 才能形成一個這樣的凹槽 我們直接來為它添加一下點 再添加 在這裡我們看到是有四個點 所以我們已經為它添加了四個點 現在來調整一下它的位置 這個點一過來 這個點也挪過來 這邊同樣的 為它 加點 可以暫時先任意的 加四個點 再來調整 然後擠出 這樣就有了 複製 然後這邊我們直接 複製一個對它進行一下更改 再加四個點 一點 再加四個點 调整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将它复制到我们的背后 因为前后都是一样的 接着我们再将我们的剖力面取消隐藏 看看它还需要添加一些什么东西 在这里 在这里看到我们刚刚画好的这一个造型有雕花的 然后在这儿上面还有一根柱子 还有一根梁 我们直接来绘制 或是直接将这一个往上移 我们现在选中的是它们所有的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为它添加一个可编辑网格的命令 调整一下 这样就基本差不多 然后我们可以将它们选中进行复制 在这里直接选中 这个也选中 这个也选中 乘一个组 复制 然后进一项 这样前后的就差不多 在我们的侧压面 在我们的侧压面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CED进行一下观察 它没有刚刚的这一部分造型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暂时先不用做它 但是我们看到它有这一个部分的我们刚刚画过的模型 所以我们也要复制一下 只用复制两个就可以 在这里我们将组进行解开 只保留一个 来进行一下它位置的 摆放 我们可以退回去一点 成组 成组 这一圈造型有了之后 现在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棚里面上还有什么是我们忘掉做的 最后的这个造型 等我们把那个屋顶建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绘制也可以 现在我们就开始可以来绘制我们的 在这里 模型还有一个地方 我们当时做的时候遗漏了 我们将我们的CED切换到我们的正立面 Shift加记 隐藏结合体 在这里要进入它的这个 寺庙内还需要上两个台阶 这些地方我们刚刚没有做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一下 挤出300 我们再往下复制一个 解除150 同样的 在顶视图上 一一开始绘制 可以对它进行编辑网格的处理 这样我们的模型的下半部分基本就做的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绘制一下我们的这个屋顶 在绘制它屋顶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来观察一下CED 看CED的一个剖面图 因为现在的建筑一般都是仿古建筑 所以它的瓦下面还有一层那个 做了的屋顶 我们看到里面的这一圈 我们在做模型的时候 可以将它绘制好 上面这个是瓦 下面这一圈就是那个屋顶 我们在那个Marks里面来进行一下绘制 我们先画一个弧形 在这里可能颜色和我们的CED颜色有点相近 我改一下 然后可以调整一下它的点 这个点可以往上走一点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的焦点 每一个点的旁边都有两个小的手柄 在这里我们调整的时候 它会出现左右两边的这种模式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点 它是一个被子点 在这里如果我们想让它调整一边动的话 我们要将它转化为我们的被子脚点 这样我们调整一边的时候 另外一边就不会跟着一起来动 然后我们再调整它 调整好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轮廓 大概差不多之后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大概在这个位置就差不多了 大概在这个位置就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长度的调整 同样的我们调整到这一边 有它之后 我们现在再来绘制一下我们的瓦片 在绘制瓦片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谢夫的家记 它的瓦片是由两个部分组成 有一个是圆形的 有一个像月牙形的 这样一个做法来进行绘制 首先我们可以先提取一下它们的线 我们先来提取 它的线段 我们用上面的这一圈线 作为一个路径 到时候画剖面进行放样就可以了 拷贝分离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一下 它的一个造型 绘制一个大小差不多的圆 再用弧形来绘制这个像月牙一样的东西 将它们附加到一起 再来绘制这个像月牙一样的 然后现在开始来进行Swift的扫描 在这里我们可以多复制一根线出来 首先我们来扫描这个圆形 这个挖有了之后我们现在再来会扫描这个月牙的形状 Swift使用扫面 现在我们看到它的形状和我们的这个不一样 但是在它的侧立面它的形状又是对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来调整一下 需要调整一下它的这个角度可以更改一个90 应该是-90 现在应该是-180 现在对了 对了之后我们将它排好 我们在侧立面上来观察一下 在这里它的瓦和它的 我们刚刚画的这个圆和它的这个像月牙一样的这个形状的瓦 它是放在我们刚刚绘制的这个屋顶的上面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调整一下它们的位置 这样调整了之后就和我们的CED其实基本就差不多了 我们来摆放一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它们进行直接的复制 在这里可以对它们进行成组 然后进行复制 然后进行复制 在这里我们复制到二分之一的位置就差不多 到时候我们再多复制一个圆 卡在中间正好就是没有相同的叠到一起 然后我们再往右往左再来复制 在这边它开始有飞檐翘起来的部分 我们开始来进行 首先还是对它进行一个复制统一的 首先还是对它进行一个复制统一的 还要差一点 还可以再复制一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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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原因 复制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капLRC bab�N 是 hare text 的家寄。隐藏一下 它从这一边 从我们的那一根线断开的左边 它都开始有一些 往上翘了这一头 我们来看一下CED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 这上下的是贯穿的 只是这里多了一个飞檐 翘起来把这里给压断了 可是从这里开始 往这边 它的瓦都开始有翘起来的造型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制作一下 这部分翘起来的东西 翘起来的瓦 首先我们在我们的前例面 就是正例面上选择翘起来这一部分瓦 从这根线开始 我刚刚说过 WAT加Q将它们孤立出来 然后将它们成一个组 成组之后 现在我们要对它进行一定的处理 因为待会旋转过来的这一边的脚 也是要翘起来的 侧立面也是要翘起来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做处理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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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